他們一上車去說什麼呢 江湖九吉 江湖九吉 哥仔 江湖九吉 江湖九吉沒問題 我說你去哪裡 他說深水埗 江湖九吉 江湖九吉 深水埗哪裡才行 深水埗信領島 江湖九吉 江湖九吉 全程江湖九吉 江湖九吉去到深水埗信領島 江湖九吉 開門 走 我出來 開門 9月27日的去霸艇到兵團,林九 阿盛爺 聖仔 Patrick 越來越厲害,阿盛哥和阿盛哥 已經入局了 到星期五,可能是下班 進來要收工 我們通常都聰明 幾天都沒有洗澡,都是冰箱 很多人回到家,沒有放棄 我們在這裏,閉環古地 你們兩條粉皮金箍 沒有辦法 口罩也丟掉 首先,這個人原本是怕出鏡 戴著粉紅色的罩 我一手就扯掉 我沒有辣你,我扯走他 我救你 我免得你給東西辣 任何都扯走 有見過粉紅色的罩 趕快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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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時間 有人要說的 上星期環保 環保局 環境局 是不是環境局 應該是環境局 是環保署 環保署 環保署那邊 就是環境局 好 開了個會 開過什麼會 最高規格 最高規格 但是,是否只是招待商會 只是招待商會 我們四人 四個理事 當然,理事長 還有兩個理事 然後加上 還有一個 幫我負責做筆錄的 葛玄在 另外 對面 十幾個人招待商會 其實 這個會議 最主要想說 電車 香港 電車 電車關於的士 什麼事 因為它是先導計劃 的士作為先導計劃 的士用電動車 你說電車就叫你叮叮的 大哥 你現在不是質疑我 說電車關你什麼事 現在阿成在 驚訝現在又搭了我的頭 好,那就說電動車 大家都知道 在2035年 我沒有記載 政府全面 不會再跟內延基的車輛 進行首次登記 意思是 我相信是暫定的 暫定 是的 因為正正都是 全世界都要推動這個電動車 肯定關於環保處事 據我所知 德國更加快 未到三五年 三三年 還是三四年 早過香港 已經是 不會再跟內延基的車輛 註冊 所以大家看到 德國大廠 尤其是寶馬 非常之積極 最近這位仁興都看了 那輛車漂亮 I-4 是的 我很期待去買一輛 不小心 經過門 那輛不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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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那輛是甚麼 I-4 I-4 如果你計算是 HV那輛是不是 一換一計算是四十多萬 對 I-4 是不是HV那輛 還是私家車那輛 不是私家車那輛 四十多萬 其實有門版夠了 他要高慢 頂級版 是呀 五百多匹 是呀 當然是馬達嘛 是呀 好了 回到說正傳 去到這麼遠 那輛的士 不要搞錯了 那輛的士是用不到I-4 是用不到的 是呀 是呀 有給亞迪的 是 千萬不要想補馬 大家就這麼開心 我會補馬 真的 喂 起到幾個歲都跟你租 阿聖哥開 是呀 想租就找阿聖哥租 那車種呢 首先是哪一隻呢 比亞迪 比亞迪 就是我們上次試的E6 是呀 其實現在用哪輛車呢 我想都不重要 MG可能都有 其他的電車都會街圍 最重要呢 環保署說得很明確 2023年尾呢 是必須要有電車的的士 電動的士 在市面行駛 而當中需要一些配套 這些配套是什麼的配套呢 就是一些 最重要是充電站 充電站 充電站 都不是這麼簡單的 你給我家用充電 我十幾個小時 充電車 沒可能 給你一個中充 四五個小時 的士司機是接受不到的 我相信大家都 作為的士司機 都 車主也都接受不到的 怎麼收租 就是開一間車 沒可能 其實環保署今次要談 就是談動些裝 動在香港哪個位置 可以迎合到業界 所以就找我們上去開會 動一些叫做最快的 快叉的裝置 可能在不同的區域上動 如果最快 目前為止是TESTER 那些已經是350秒 18分鐘可以抄到百成 是的 但不是那麼多地方 還有 因為裝這些那麼厲害的東西 南韓森國居 要中電配合 中電配合 之餘的 你們有時候會想 隨時 他附近的居民 如果有民居 他都有權反對 是啊 現在就是很多時候 想裝這些那麼厲害的電樁 不是那麼厲害都反對 你還要那麼厲害 一般 你如果是有停車場 你自己有停車場位 你想裝 環保署不會阻礙你 旁邊的車主阻礙你 不是說旁邊的車主 整個業主立方法庭阻礙你 就算你業主立方法庭阻礙你 就算你業主立方法庭 可以了 真的試過個案子 旁邊的車主說 我不怕你爆 是啊 現在其實就是 它最後都是這樣 現在環保署最難過的那一關 就是裝電樁 是 這個一定的 而在的士 我們最關心 你裝了電樁也好 你都不是給我差 我又要排隊等 那的士司機怎麼搞呢 所以我們都談了一個問題 他都給了一個很好的建議 好像的士站那樣 他畫了一個位置給你 只是給的士車 專用的 專用的 可能在一些叫做領展的停車場裏面 甚至乎一些街外 不阻人的路面上面 畫一些位置出去 但是老闆這麼說 香港周圍附近的街 我想阿成哥都知道 的士站就是放的士的 但是我們常常都看見 私家車放在那裡 那這樣怎麼做 那可以編 執法就留給政府了 那就是可以抄牌 我就覺得 不過我們反而建議他的 反而建議他的 你用科技行不行 不是科技的 這些天橋底位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 每個的士站有個充電位 但是每個的士站有個充電位 是司機走去拿 他不是另外再畫一些位給你 司機拿個充電槍去充 他走去充電 你說十八分鐘 可能二十幾分鐘就開門 那二十幾分鐘之後 他不拿車 所以就有權 那些有權去充電 其實他的科技 會有App提醒 你可以拿得到的車 但是有些可能突然 爆石爆幾個小時 好像九爺那樣 我想這些細節位 就要慢慢大家再去 因為你沒有人去看著 那個車 那個車 你叫不到 那個司機也都離開了 因為你十八分鐘 真的去了喝茶吃飯 所以其實 那個人真的 充電的時候走去吃飯 那你怎麼樣 我猜都是 九成九 其實我提了一點點建議 所以你沒有人去管的情況之下 也都被他 那些繁忙 到路上 那些市區 他當然走了 難道站在那裡站十八分鐘嗎 我猜都不信 站在那裡站十八分鐘 誰會這樣做 其實我都反提議他的 第一 給我們一些天橋底的位置 市區很多 第二 就是在那些車行門口 在不阻人 不阻公路的情況下 你要明白 讓我們去管理 你要明白 因為我們去管理 尤其是紅星車行 記住 因為一枝莊 加起來 一枝莊是有成本的 每枝莊都是錢的 不平價 如果我一天的流量 只能夠去到 可能是一架車 兩個車去叉 那枝莊在虧了 OK 所以這個我們都建議他 當然環保署都有去考量的 因為他就寫下我們那天所說的東西 那這個我當然留給環保署 我再和我們交換的時候 他會怎樣 但首先第二 不是第二件事 最重要的是 他希望 期望你2023年 就不是十架二十架的 嗯 是在說三百架車 嗯 甚至乎他最後來 是希望去到幾千架車 那這個當然 這個要慢慢再商討 但是先到計劃 他想20號施行 看一下數據是怎樣 那這個我能夠講到給大家聽 知道這個會議的流程 寧願這些新車落地 都要事行一年 所以他就說2023年 希望有幾百架 現在就想找我們商會 看看可不可以 即是出到二十架 做一些數據 即是之前有的數據 我們要提供一些數據給他 那讓我們去研究一下 那一枝莊 可以運用到多少呢 我都跟他說 算最好一枝莊 24小時都有 有車去不停的充電 用盡它 那但是問題 這個是不現實 我立刻告訴他 那你在繁忙時間 哪有用來充電 嗯 是吧 早上八點鐘和你充電 別玩啦 我當然是賺食啦 對嗎 所以那枝莊是一定融不完的 是啊 分分鐘一早出現 又好像氣站那樣 靜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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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氣站 或者油站 也有些改造的 電車 充電 那些都是 幫到下手的 幫到下手的 但是有多少位 那就是啊 是嗎 它是方便 大家留意一下 所有氣站 其實都不會對交通太大影響 除非是太多車 一般都可以接受到 我叫接受 就是那句 你知道的士路 很輕易去排的 看到進去就得去排 這個排的那個排 原本沒有那麼失的路 的士站都被你排路失了 最怕就是 我相信政府最怕看到這件事 而其他呢 所以剛才說 我們說 會不會別的車去到 又走買叉買一份呢 其實這些可以科技解決的 譬如沒有人一張卡 的士路也沒有人一張卡 我要拆一拆卡 才可以 支槍才可以的 我覺得這些很簡單的科技 就是解落 但是你這個護照 其實都是說的 電子司機證還未出 搞錯 收錢又方便 第五代智能身份證 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還有收錢 又是用來租圖書 又是租圖書 麻煩你們的官員想想 還有上路用 還有上路用最重要 你明白嗎 智能身份證我都不知換了 換了到現在 我也沒有用 還有為什麼呢 就是租圖書 租圖書 租銜書 還有你上路用的 方便醫道 所以如果有賣 你收錢都方便 其實是摩擦條 周街測 我怎樣付錢 八達通 我知 你說八達通 我知 但又買了一張證就做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一定不可以遲到 師父麻煩 雲信車行 爸爸辛苦了這麼多年 是時候要報答他了 駕駛了幾十年的士 背起了整頭家 現在我們都出身了 都應該有分隔屬於自己的的士 讓他可以舒服自在地開工 雲信車行 押納業界幾十年 兩代經營專業 人情味並重 無論管理和買賣都妥善可靠 好 皇上 安心 幸福 你好 浩俊車行 有甚麼幫到你 我們這裏自設車房 全日支援 車身維修 機件保養 代客收租 的士管理 效率保證 技工認可 好 沒問題 待會見 土瓜環 上香道 35號B 2773 6766 浩俊車行 問一下 問一下 阿蛇哥 雖然你的車這麼新 但你對電動車 有沒有憧憬 有沒有期待 其實真的不大 如果你說要用柱去裝充電 我絕對不期待 但你說好像 好像聽聞國內 有些可以整個跌換的 我就非常期待 節省時間 一換即走 搞定 但如果科技進步到 現在說18分鐘 將來可能5分鐘就行了 又說不行 不記得 科技進步 但有問題 電壓大到這樣 我想站在旁邊 長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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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需要這麼大的電壓 亦都差到 你想一下 有些說無線 在下面 好像電話這樣 打在電話上 但是問題 如果你坐在車裡面 嘩 那些 那些電池波上來 或者你放手機 那些手機 會不會都差一份 是啊 是不是 電池都在變 不單止充電變 電池都變 即是它吸電的速度 亦都快了 可以 不一定是電壓會變了 可以差得快 不奇怪 電池不斷在那裡變 或者駕駛 早間都不用給電費 可能現在很小的電池 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早間為什麼不用給電費呢 有太陽能 或者塗層那邊 整個車漢已經是太陽能 立即收到 太陽能板 所以不是很多變化 科技的東西 日生月兒 是的 我和你吃條貼 是啊 好啦 講一下 一單好東西 我們都要講講好東西 是不是 這個大改革之後 我們看一下 在網上 其實都有很多報導 的士資訊網 甚至乎一些媒體都有講的 網民激讚 是不是 港媽戴兩小孩 的士 坐的士 哎呀 日子發覺沒有錢 乃爺 暖心的司機 暖男司機 就說 不收錢 反而還敢做 哇 那怎麼超溫馨呢 個個都說 哇 猜不到的士佬 這麼好 是的 的士佬都是人 沒錯 大家看到 在Facebook 這個Facebook Fanpage 就是西環變患時 我知道誰是版主的 我知道誰的 他又叫超哥的 那個 哈哈 分享最後遇到的 可能是好事 士主呢 早前帶兩個小朋友去 西環盤 做眼力 即是視力檢查 去到目的地 士主就發覺自己 因為換了錢 所以換了袋 所以沒有帶銀包 即是就這樣換個袋 忘記收回銀包 這些東西下去 嗯 那士主突然說 哎呀 原本想用pay me 但是司機叔叔說 沒有pay me 你就pay我啦 然後司機呢就說 啊 問他有沒有 啊 為什麼沒有散子 然後問司主 有沒有散子 啊 司 那個司主 就是那個司拉呢 就很尷尬 說我插個袋 一毛錢都沒有 然後司司竟然說 那我給錢你啦 嗯 那最後給了幾個水 給他龐山 忘記了三角零五頭 有講的有個報道有講的 剛剛這個報道有講的 嗯 這個情況多數都是 老公扯著老婆 去到老婆 哎呀沒錢啊 老公拿些來的 那次來的 咦呀 真是盛哥習慣了這樣 多數都是這樣 做司機的位置 多數都是這樣 戶了袋 這招多好啊 是吧 那些盛哥都受不少 我想阿蛇都遇過了 是吧 有有有有 多數都是這樣的情況來的 那好吧 我就問阿蛇哥 如果撞著這樣的情況 你會怎樣應對呢 其實我跟他差不多 是啊 如果你問心機 其實沒什麼所謂啊 就是不收錢 是不是 你搶一串口罩說 這樣要 但是還要付錢他 我也有 我真的試過 但是我真的沒有給幾個 記住啊 這個司機可以不收錢 有沒有車牌號碼 哈哈哈哈 先給車牌號碼先 看到他還不想 哎呀 忘記帶錢 摸來摸去 那一次我給了50元而已 因為我知道他就說 他去考試 考完試之後 他說考完試要回家 然後沒有錢 然後我 是個年輕人來的 那我就給了50元 我沒有收他的錢 就是小朋友 如果學生哥那些 年輕人也沒有數 所以好心又好高 阿蛇哥呢 天都保佑了 這麼艱難 那天都過了 就是平時值得多福 對嗎 只有神秘有 什麼都好 我又不是說搶著營 我試過一次是怎樣的 你又難說一些 哈哈哈哈 不要緊 等你 那一次我試過在 在旺角 他就要去火車站 那我就打算旺角東 怎麼會是塞到爆 去到三十幾四十元 那個阿姐說 司機不好意思 我想按錢 但是只有20元 你等不等我按 然後我聽到他電話說 不知道應該去家裡 有些緊要事的 那些小朋友不知什麼事 要馬上回到家裡 我聽到他電話說 不知道他是不是做戲 我不管那麼多 我說我要等你去按 然後司機可不可以找銀行給他按錢 然後我覺得 二十幾元 我說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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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真的趕著 我想問一下 女士 是不是美女 不是 她回答也是 你剛才回答是 我問你是否是美女 然後她回答是 不是 你看 九叔那個人 那個鏡頭又要射住 真的不是的 這個呢 又是美女就不用付錢 我那時候肯定是 這個先射住 說一下車牌 麻煩 那時候我肯定 每人都知道她車牌 幾年前 幾年前是沒有戴口罩的 不用戴口罩的 所以你看到別人漂亮不漂亮 所以就不是 我也沒有留意 因為我記得 她是一個很搞笑的 我真的不相信 你看到女兒 沒理由不留意 那你 你那時候還沒婚 婚幾年前 三四年 她是一個 你明白嗎 你是一個 麥當勞叔叔的頭 那女人 你本身就是一般 我呢 當年我做歷史 我也試過 你又試過 人家說你又說 我想起要說 不是就是你威 我要威一下 都不是叫威的 就是 由這個佐敦 佐敦 佐敦 上海街那裡 突然間 有一個人跳上車 就是我經過 他拉門跳上車 嗯 一上車 整身公仔紙那些 你會幻想到 是不是老童啊 那些 那些 那他一上車去說什麼呢 江湖救急 江湖救急 哥仔江湖救急 我說江湖救急 沒問題 我說你去哪裡 他說深水埗 江湖救急 江湖救急 深水埗哪裡才行 深水埗信領島 江湖救急 江湖救急 全程江湖救急 江湖救急 去到深水埗信領島 他說江湖救急 江湖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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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 你想想 那裡有多少錢 好像五十多元 差不多 唉 看一看 打死他都沒有用 沒有錢 這些錢 全身公仔紙一定是老童 江湖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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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江湖救急 不管怎樣 對不對 прост 最好这些东西就不要学了 其实搭的士真的大事在身上 司机每一分一毫都是辛酸的 当然有些乘客可能不方便 其实反过来我也搭过免费的士 你又过胡告急 不是不是不是 我曾经上过一个课程 叫我们四个人打一部的士 就是一班四个人 大家一起不给钱 看司机有什么反应 你跟司机说由九龙湾到黄大仙 就是叫做什么 那些人生过程 要来达到目标做什么的 就是叫的士司机 可不可以免费去车 直接说起来是免费去车 但是我折 那时候整班差不多 八祖人还是九祖人 去试试这个东西 大家去九龙湾 跟牛途哥的账目标去折 真的折 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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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两个不行 第三个就可以了 三车 你总之折到三部车以内 就多数都可以 所以证明了 香港的的士路 不是真的那么错 不是那么冷凹的 真的你说我要做事 我去黄大仙 我说去老人院 真的是事实 现在我们来 就是去车 我不知道观众知道 就是说去街市车 车一些东西 拿老人院给老人家 是一个任务去做的 任务去做的 我们做过这件事 是啊 真是三部的士 真是有一部 你也知道吗 我知道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不是那时候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立刻要爆炒 不是 我很久没说了 我真的没说了 真的要爆炒 不是 真的要看你的那款 真是由九龙湾去玩 摆明鸭板石 肥脂大石 你看我的不同 去到黄大仙的凤什么街市 凤德 我告诉你 凤德街市 整班人上去 真的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所以我想说 像云山 黄大仙那些都是好人 是吗 是啊 但是我见到 这个样子 所以你记得来创几租车 知道吗 如果我见到 这个样子 我会怎么反应呢 怎样自己走 啊 九龙湾去玩得很难吗 很难吗 是不是 你真是 四肢大胜 不是 是的 其实我第二次 那时候走过车 穿着那条颈 等人上车 这个才是真相 应该是这样说 搞到有overrun 你期待是这样 搞到我们今天有overrun 是的 记得呼吁 如果乘客有什么困难 你自己凭你的判断 也不需要那么大反应 有些就不是 有些就是啊 那些 大家心灵气樺少少 体谅一下 你怎么吵都未必能给你钱 最不行的 你也是报警 你报警啊 我报警啊 我报警啊 你报警啊 其实去到报警那一刻 始终最吃虚的刺激 大家都这么说 有时呢 据你力争是必要的 或者是衡量一下 但是最惨的就是 我和九龙再说一次 你没有留意我们的节目 常常都说 你报警啊 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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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了十分钟 十五分钟都报不了 你是报就报吧 不报就不要报了 记住了 有什么事的 江湖救急 尹姓哥 江湖救急 打这个电话 立即帮你加 打这个电话 江湖救急 你大话 哈哈哈 好的 下期再见 拜拜 你不就是 是 我是 蛤 赵姓哥你不是去 爭坐管呢 干嘛炸的士的 是 炸的士 时间又弹性 又找到 又不用怕被人抓 又不用打得杀杀 我也有想过 我开的士温食 不过我又不声 跟我 蛤 你不是重量吗 不好意思 职业病 你知道我以前都很害怕 我意思是 那我上这个的士司机货情 哪有人天生会开的士 不过我又没有 赵姓哥你这么有钱 买的士自己开 什么一架 四架 是的 是的 四架的士 没有钱的便租 多数一间 咦 那我便可以租赵姓哥你的的士 傻的你 放租的东西是我做的吗 又是你叫我租的 那人家有的士堂管服务 还包括维修保养 还帮我收租的 还帮我收租 要我自己教吗 拿着这张卡片 这家东西一条龙搞定了 我上次上去都可以签个名字 你自己上去吧 如果还想知道多些 可以打24488805 找香港专业车行 了解一下 亦都可以上这个网址 那便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駕駛的士 都可以很超值 阿熙 为何这么瘦 找车开工 找车更是找联泰 但这里有很多车行 那些不用理这么多了 联泰只得一间 联泰组织完善 联泰自豪老 联泰规模大 联泰服务街 租车打理买卖 找联泰 23866672 大家看完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 是不是很想继续无限loop呢 如果是的话 立刻点到这里 又或者去我们的Facebook专页 给个like和share 和我们一起聊天 好嘞 哟